如何看待少年被多仁池刀 闯宾馆为欧反杀 一人被判十年 我着实迷惑啊 去年一个16岁的小伙子小胡 一有朋友小肖 邀请到其所在的县城去玩 同时呢 小肖呢 邀请了两个妹子一块 他们相约在某宾馆一起碰面 当晚呢 两个妹子被同住该宾馆的小王盯上了 拒绝去搭战后呢 回到他们四人同样的房间 那小王啊 不死心 就上前去敲门 正是小胡开的门 就说 啥妹子 你敲错门了 可能语气不太好 这个老王觉得没面子了 不干啊 教人 又就有六个人 拿着柴刀 钢管 并且从宾馆前台拿着总卡 就进去围殴小胡 在这过程中呢 这个小胡一方呢 也没有闲着 有军小肖 一看情势不妙 也开始教人 但人呢 还没有到 这小胡在被围殴的过程中 就被迫来了个夺刀反杀 致一丝两伤 最终呢 法院认定小胡呢 处于防卫过当 构成故意杀人和巨重斗 十年 随后呢 检察院提起了抗诉 那小胡的行为 到底够不构成正当防卫呢 我个人认为是构成的 刑法第21条 对正在行凶 杀人等严重危及 人身安全的暴力犯队 采取防卫行为 造成不法亲爱人伤亡的 不属于防卫过当 不负行事责任 正当防卫呢 有四个过程要件 第一呢 不法亲爱现实存在 第二呢 是正在进行 第三呢 防卫人具有防卫意识 第四是针对不法亲爱人实施的 在本案中呢 老王究极七名成年人 持刀强行闯入房间 围绕未成年男孩 以致其夺刀反杀 其实是符合这四个过程要件的 尽管法院认为呢 该妻人实际拿刀 只是吓唬吓唬小胡 并没有实际使用 仅用拖鞋啊 手脚啊 殴打 小胡却夺刀反杀 是属于防卫过当的 但在那种情况下 到底是拿刀吓唬人 还是真的要砍 谁有能理性 冷静的做出判断呢 真正的法治精神 不是谁死谁有理 要充分考虑防卫人 面临不法欺骸时的 紧张状态和紧张心理 切忽能在事后 以正常情况下 冷静 理性 客观 准确的标准去评判防卫人 还有这个宾馆 这是绝了 你不报警就算了 还把总卡给欺骸人 你等着赔钱吗 关注我 祝你解开法律迷惑 变得豁然开朗